花宴的话要庆祝很浓重的那种节日啊 室啊 或是您家有什么喜事那种 韩劳做一桌原生态的歹家百花宴 尽管不是真的做一百道菜 但十多道菜还是需要的 这就要求十种以上的鲜花食材 并且必须以自然生长的为主 如今已经是深秋了 可食用的鲜花稀少 制作百花叶 韩劳很有压力 难度就在采集这方面了 因为花的话它不可能一个季节开 都是每一种花的话都季节开的都不一样 它要做全的话是真的有点难度的 韩沙村寨位于瑞丽城区西部 距离中年边境近2.5千米 是云南省德宏 歹族景坡族自治州 一个古老的歹族村寨 湖场很丰富 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新鲜的水果 德宏州地处中国西南边陲 和缅甸接壤 这里仅靠北回归县附近 属于南亚热带季风气候 有着丰沛的自然降水 瑞丽江蜿蜒而过 森林覆盖率近70% 据调查 这里的高等植物有6千多种 云南是花的海洋 被誉为世界花国 而德宏州就是云南大花园中 绚丽多彩的一个区域 还有你看一年四季都有花香鸟语 你看我们家院子里就种了很多花 我也是非常非常爱花 这里有很多以花入菜的传统 经常采食的鲜花 有芭蕉花 鸡蛋花 铁刀木花 棕包花 树花等等三十多种 而制作的方法就更多了 煎炒 煲烧 炒 炖煮 生拌 捣碎 染色 作为主菜或者作为调料 而很多食材在村寨里的屋前屋后 就可以寻觅到 喊捞和妹妹黄野 开始了第一天的采集行动 芭蕉花在自家的后院就有 芭蕉花其实是在云南这个花式王国里 也是很有特色的 它的外形像荷花 包开后脆嫩的花心和花蕊 才是食材的目标 但是它的制作却并不简单 我们逮主每家都会种芭蕉的 芭蕉花的话可以吃可以做菜 摘下来以后要剁碎 剁碎了以后用盐巴 盐巴揉了以后 把那些盐汁全部要挤出来 我挺爱吃的 像煮香菜汤的话它没味道 像要炒出来的话就有一点点色味 然后剁在肉丸子里面的话 它有一股清香味 很好吃 鸡蛋花也是房前屋后的常见之物 这几天 邻居家门口的那几棵 开的正夜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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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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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是十月二十五日 开门节 采摘完可食用的鲜花后 盘捞又专门到邻居家的院外 摘了一些眼花 院子里面采摘了一些芭蕉叶 制作一种特殊的祈福礼物 准备和家人一块去村里的转房 参加开门节 喊捞和母亲带着侦女出发了 村里的男女老少 这天 这天待家人会专门节以来的安居斋戒结结束 这时正逢稻谷收割完毕 因此也是庆祝福礼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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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后今天就可以做了 想结婚的就可以结了 然后想进进房子就可以进了 想盖房子的也可以盖了 祈福仪式结束后 全村的村民和外来的客人们 都会被邀请到工房进行聚餐 坦捞和朋友们一起跳起了嘎光 嘎光是以橡脚鼓为伴奏的集体舞 在歹族民间最为盛行 男女老少都会跳 人数少则几时 多则成百上千 这种特殊的舞蹈 据说是原始人类采摘树上果实的再现 是对以前采集的